藝人獨立議員 各位委員我們想繼續進行昨天的程序發言 我們本委會委員已經發言過 是不是有其他的非本委會委員願意來發言 我們就請這些委員來發言 好 段委員請 三分鐘左右好不好 好 這樣 主席各位同仁,因為我為什麼要第一個發言,我要跟大家再一次說明 我們在內政委員會昨天提了兩個提案,一個是變更議程 一個是對於禮拜一通過的陸委會跟海基會的預算的複議案 為什麼要變更議程要求陸委會來做星期六,這個星期六新加坡的馬錫會的專案報告 是因為這件事情有許多疑點是社會有疑慮的,必須要釐清 那麼陸委會下主委也應該來跟大家報告 因為內政委員會是法定的行政院陸委會的,在國會的對口的單位 昨天即便行政院去跟黨團做了說明,當然民進黨拒絕參加 拒絕參加的原因是我們本來就有一個制度性的一個報告的場域 就是在內政委員會,為什麼捨這個在制度上面的合法的這個管道不用 即便去找了院長看起來位階比較高,但是他畢竟不是一個制度性的管道 他是私底下的說明,沒有辦法被社會看見的說明 這是第一點,我們仍然強調必須要變更議程 要請下主委來內政委員會做專案報告的原因 我們今天還是堅持 第二個提案,為什麼要提案 要重審陸委會跟海基會的預算 我跟大家提醒,昨天是星期三 這個禮拜一,也就是在馬錫會曝光之前的兩天啊 我們才在內政委員會審查通過了陸委會海基會的預算 什麼叫做預算? 預算就是政府的計劃,政府的作為 如果說我們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得到最充分的資訊 都沒有辦法知道政府在做些什麼 那個審陸算是假的啊 那個陸委會的主委 做在那個地方 站在台子上面跟我們報告的 他們過去,就是他們過去所做的,未來要做的 通通不包括即將發生的這一項重大的事項 那只要刻意欺瞞國會 我們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在被欺瞞的狀況之下 去審查通過的預算 當然必須要重新拿回來再審 所以這是我們提的兩個提案的理由 我們依然堅持 確保合法監督的管道 確保立法院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不被欺瞞的尊嚴 我認為,我們認為這兩個提案 如果國民黨反對 請他們勇敢的到內政委員會來反對 不要不開會,謝謝 謝謝 好,謝謝鄧委員 好,何欣存委員 謝謝 謝謝主持人